年轻保姆正在给80岁老头洗澡 不料老头心怀不轨到处磁水 故意把保姆衣服淋湿 眼神在湿透的衣服上游荡 保姆忙得自顾不暇 只能先收拾老头 到了半夜 老头居然偷溜进保姆房间 轻轻扯开他的被子 还抓他的手臂 保姆瞬间惊醒 连连向后退 然而老头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把保姆当成了去世的老婆 嘴里一直念叨着 等他工作稳定了 一定会把老婆接到北京的 保姆察觉不对劲 试探了一下 发现老头其实在梦游 老头念叨完 直接在保姆床上睡下了 第二天 保姆让老头吃药 转身拿水的功夫 老头就把药嚼碎了 委屈地说苦 不吃药了 保姆只能拿巧克力 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吃 没办法 老头是金主 要不是缺钱 保姆压根不想干着活 保姆叫棉花 原本是农村妇女 老公埋怨他一直生不出孩子 和他离了婚 为了生计 棉花只能出来打工 没有本领的他只能在成人用品店当售货员 可生意惨淡压根赚不到钱 而且他和老板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棉花不想再待下去了 听到好朋友想介绍给他一份保姆的工作 月薪是现在收入的十倍 他立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棉花顺利地通过了家政公司考核 签了合同 来到了雇主家里 然后棉花给老头打招呼 老头却把他视若空气 自顾自地看着拳击比赛 这时 女主人走了出来 得知棉花是新来的保姆后 便开始交代各种事情 老头原本是体育行业的 结果去年摔了一跤 导致腿脚不利索 而且还有老年痴呆 很多事情记不清了 所以每天得按时吃药 棉花表示自己记住了 让女主人放心 结果女主人嗤之以鼻 说你们这帮保姆都一样 上一个来的保姆就更可怕了 偷东西 还撒谎 甚至虐待老父亲不给饭吃 说到起禁时女主人电话响了 让棉花先出去照顾老头 棉花想和老头打招呼 却因为她挡住了电视 老头直接把她推开 棉花并没有气馁 而是拿起抹布埋头苦干 结果老头正是要去厕所倒尿壶 她正准备帮忙 却被老头无情拒绝 固执地把尿倒进洗手池 还对着洗手池撒尿 棉花尴尬地被过身去 这份工作无疑是烫手山芋 第二天 女主人给了棉花日程表和路线图 其中就需要带老头去做按摩 结果路走到一半 老头固执地要走另一条路 好不容易走到目的地后 才发现按摩店早就搬走了 女主人却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对老头多加关心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棉花不禁对老头感到同情 对待工作也更加用心 这天 棉花看到老头在翻看相册 看她痴呆便拿着她老婆的照片 教她辨认 不料老头越看棉花 越从她身上看到了老婆的身影 即使到饭点的时候 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 饭也不吃了 结果到了晚上 她就饿得不行了 一直喊老婆的名字 棉花连忙端来蛋炒饭 老头大口往嘴里炫 一时间把棉花认成了自己老婆 棉花不断纠正她 结果老头就是固执地把她当成老婆 见老头又言不尽 棉花也放弃浪费口水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 厕所里传来水声 棉花起来一看 发现老头在拿凉水洗澡 看着她全身湿答答的 只能给她洗个澡了 不料老头一点都不老实 居然一把抱住了棉花 年轻保姆正在给80岁老头擦头发 突然被老头一把抱住 保姆连忙拉开距离 看在老头脑子糊涂的份上 没有跟她计较 只是呵斥她如果再动手动脚 就不管她了 老头委屈地撅起嘴 趁保姆不注意 用力把她揽入怀里 保姆吓得连忙挣脱 气得想打人 老头却委屈地哭了出来 保姆不耐烦地说你还有脸哭 老流氓 保姆用毛巾捂住胸口 生气地呵斥老头赶紧睡觉 这一幕正好被女主人看见 棉花见状默不作声 抱着玉京转身离去 女主人问保姆这是干嘛 结果老头委屈地嚎啕大哭 保姆又是一副黑脸 这让女主人有点头大 只能先来安抚老父亲情绪 问她发生什么了 结果老头抬起胳膊 向女儿告状刚刚被保姆打了 女主人忍着怒气 把老父亲哄睡着后 一脚踹开了保姆的房门 质问保姆是不是打老头了 保姆说没有 女主人压根不信 没打那为什么老头胳膊红了一块 保姆只能编个理由 说是洗澡的时候老头自己撞的 这理由女主人更不相信了 撒谎的保姆她见多了 以前就有几个看老头痴呆 暗戳戳欺负她 不听话就直接动手打她 嫌老头拉得多故意不给吃的 每一句都是在试探 棉花极其委屈 拿着行李准备离开 还建议女主人这么爱一神一鬼的话 可以换个男保姆 看到棉花确实心里没鬼 女主人这才罢休 其实她自己不是不知道 老头经常对保姆动手动脚 而且内心也已经认可棉花 决定正式聘用她 带她到医院做体检 可拿到体检报告时女主人猛了 发现棉花居然怀孕了 此时棉花还不知道已有身孕 正在家里照顾老头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成人用品店的老板 两人其实一直有一腿 老头看到棉花正在探讨人生 企图加入 结果摔了下来 幸好没有大碍 只需要留院观察 女主人也没有怪罪棉花 觉得一定是老父亲自己摔的 到了中午 女主人为老头喝粥 老头硬是不吃 无奈之下换棉花来喂 结果老头很配合的张嘴吃饭 女主人看到这一幕 内心一阵不爽 发现老父亲虽然痴呆 但是对棉花格外清静 为了表达感谢 女主人带棉花买衣服 还安排好医院帮她做流产手术 之前棉花是主动要求的 如今却改变主意 女主人越想越不对劲 一个可怕的猜想油然而生 女儿给80岁老父亲找了个保姆 谁曾想保姆居然怀孕了 她感到不可思议 带着老父亲到医院检查 想看看80岁的父亲 是否还有生育能力 结果医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回到家里 女儿察觉保姆眼神不对劲 一旁的父亲也突然说了句 我要结婚 我要和棉花结婚 棉花正是保姆的名字 这果真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女儿气不打一处 质问棉花是不是想额钱 来当保姆一定就是惦记上了他们财产 面对女主人的不信任 棉花气不打一处 回到自己房间里 女主人误以为自己说中了 拿出钱甩到棉花面前 然而棉花收拾完行李后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羞辱她的钱自然一分也不会拿 况且她压根没有额钱的心思 也从来没说过孩子是老头的 孩子其实成人用品店老板的 但对方是有家庭的人 她不好意思声张 加上多年来一直想要个孩子 好不容易怀上 所以想生下来 却造成这样荒谬的误会 棉花打电话告知了老板怀孕的消息 希望可以一起抚养 不料老板完全不想负责任 她和棉花也只不过玩而已 得知把对方肚子搞大直接玩失踪 棉花心灰意冷 独自一人来到医院产检 却检查出孩子很有可能生下来是个脑痰 可即便如此 棉花也不想放弃 如今家里没了棉花 女主人忙得不可开交 老头完全不听她的话 然而女主人累得实在是顶不住了 就打了个顿的功夫 老头居然吃起了狗粮 面对这一切 女主人只能无助地呐喊 这时 棉花打来电话和女主人解释 她之前因为怀不上孩子 老公无情和她离婚 如今怀孕了 可孩子她爸是有家庭的 她只能独自抚养 但她缺钱 想回来继续当保姆 女主人得知自己误会了对方 同为女人 自己也深知棉花的不意 同意棉花回来工作 于是 棉花重新开始照顾老头 就在这天 玩失踪的老板找上门来 命令棉花把孩子打掉 他们还能重归于好 棉花坚决不同意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老板见棉花铁了心 不再理会准备走人 结果被老头一拳抡脸 老板捂着受伤的鼻子 委屈地抛开 棉花追了出去 可没找到老板 家里的狗还丢了 女主人极其爱惜她 把棉花痛骂一顿 还下了死命令 找不到狗就得走人 棉花也清楚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到了老头晚上要睡觉时 棉花认真地梳理她的头发 嘱咐她在自己走了之后 要好好听话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可到了半夜 老头又流到棉花床上 这把棉花吓得毫无睡意 老头嘴里念叨着 再难 咱也得把孩子生下来 把她抚养成人 日子会好起来的 棉花以为老头清醒了 问她现在是几几年 结果老头回答说六八年 原来老头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但她说的确实没错 终于 棉花长久以来挤压的委屈 在这一刻彻底绷不住了 到了第二天 棉花照常喊老头起床 发现对方没了动静 连忙喊了女主人 送老头前往医院 经过检查得知老头时日无多了 女主人决定把老头带回家里休养 听到她不停念叨着母亲的名字 想起老父亲当年因为特殊原因 一直没能娶母亲 然而母亲又去世的早 成了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于是 女主人请求棉花打扮成母亲的模样 在老头最后的时光里 可以见到一直朝思暮想的人 最终 老头带着微笑永远闭上眼 到了后来 棉花生下了孩子 决定带孩子回家乡 就在回去的路上 意外遇到了女主人丢了的狗 或许这就是缘分 棉花便把狗也一起带回去 在开满棉花的道路上 棉花不再有犹豫和窘迫 也不再有悲伤和痛苦 她眼里充满了希望 相信未来可期 清洁公王泳池倒入上百条毒蛇 毒蛇迅速接近正在游泳的男明星 对方却浑然不知 一出水面 一条毒蛇张牙咧嘴用力咬了上来 男明星瞬间吓了一跳 连忙把蛇丢掉 可下一秒 所有毒蛇都涌了上来 她直接吓傻了 疯狂往岸边游 虽然成功脱身 但毒笑已经发作 男明星很快就晕死过去 殊不知这只是倒霉的第一环 保镖们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刚把男明星扛楼下 救护车就已经到门口了 他们也没多想 急忙把男明星推上车 完全没注意这些人心怀不轨 他们假扮成医生 实则想绑架男明星 就在准备离开时 真的救护车赶到了 医生问他们哪个医院的 他们立马急了 眼看装不下去了 男人直接掏出刀 让同伙先走一步 经过一番周旋 男人摆脱保镖成功上了救护车 男明星也被他们绑了回去 等到男明星再次醒来 眼前的人们并不是他的私生粉 而是死者家属们 他们的女儿都死在了男明星手里 你敢相信 顶流男明星竟是连环杀人犯 一个星期前 小李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主动曝光自己就是15年前的连环杀人犯 曾经杀过10名女性 为了让众人相信 他露出了乡间 上面正是被追捕时重担的伤疤 接着他还将案发过程写成一本小说 名为我是杀人犯 里面是杀害10名女性的所有细节 还给自己洗白 说是为了忏悔才写书 这样可以杜绝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如此猖狂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分享自己杀人的快乐 法律却无法制裁他 因为他诉讼期已经过了 让人发指的是 由于小说极具真实性 刚出来就卖出一千万本 净赚三百亿 小李直接跻身世界富豪榜 更让人三观敬毁的是 小李因为帅气的外表 获得一大批脑残粉 疯狂追捧他 反而因为他是杀人犯更加爱他 不仅如此 小李还趁热打铁 为了让自己火出圈 临着大雨跪在死者家属面前 祈求他们原谅 惹得家属暴怒 然而脑残粉只会心疼哥哥 还谴责家属欺人太甚 小李还不满足 跑来警局找当年案件的负责人阿崔 嘲笑他十五年前被自己割伤嘴角 伤疤现在还在 一定过得很煎熬吧 看着猖狂至极的杀人犯 可阿崔却不能逮捕 只能对他吐痰已是愤怒 对方却更开心了 心满意足准备离开 阿崔喊住了他 请他吃隔夜的炸酱面 面对杀千刀的小李 死者家属们聚集在一起 一同绑架了小李 很快小李被绑架的事情轰动全国 碍于舆论压力 警方只能寻找小李下落 阿崔立马就猜出事情真相 但没有上报 反而只身一人找到小李 悄悄拉掉了电闸 家属们傻眼了 阿崔带上夜视镜 趁乱给小李松绑 把他偷偷救走 家属们立马听到动静 追了出来 还放猎犬出来寻找 家属以为阿崔是帮凶 企图射死他 结果不小心射死了猎犬 阿崔连忙开车远去 家属们陷入了绝望 明明就差一点 就可以给死者们一个交代了 阿崔碍于警察的身份 不能对小李动手 只好把他安顿在酒店里 过了两天 小李重新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表示这次绑架他的是狂热粉丝 他并不会追究 假惺惺的宽宏大量 让他有了更多脑残粉 似乎没人记得 他是个杀人如麻的凶手 阿崔并没有透露 是他救走了小李 因为怕让清醒的人寒心 然而丈母娘找上了他 因为那天晚上 他抓上了阿崔的脖子 立马就知道是他救走了小李 对他失望透点 气得扇他大嘴巴子 其实杀人犯不仅杀害了十名女性 在那之后还掳走了一个女人 对方正是阿崔的老婆 丈母娘苦寻女儿多年无果 对杀人犯恨之入骨 第二天 电视台邀请了阿崔和小李 做访谈节目 收视率蹭蹭上涨 出乎意料的是 在和观众现场连线时 有个神秘人说自己 才是连环杀人犯 电视台为了收视率邀请连环杀人犯做节目 在和观众现场连线时 又蹦出了一个人说自己才是凶手 节目上的杀人犯是冒牌货 众人纷纷傻眼了 这是在搞哪一出啊 到底谁才是真的 负责案件的警察阿崔立马调查神秘人位置 结果对方正在他家里 阿崔急了 连忙冲回家里 母亲不见了 而且玻璃上放了张纸条 我说过 惹恼了我 就埋了你妈 15年前 阿崔和杀人犯最后一次交手时 对方不仅威胁他 说如果他再步步紧逼 那就把他母亲刀了 然后环割破了他的嘴角 阿崔气地暴怒 只能砸东西泄气 结果卧室的门缓缓打开 母亲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是他虚惊一场 杀人犯只是给他警告并没有出手 可以抬眼 就看见一个小黑在对面楼里向他招手 阿崔迅速赶了过去 对方却已经离开了 在椅子上放了一把染血的刀 和录像带 里面正是他老婆 视频里的老婆苦苦哀求杀人犯 想死前再听一下阿崔的声音 那会杀人犯打去了电话 可当时阿崔并没有察觉异常 如今知晓的他 眼里只有愤怒和懊悔 看着老婆的模样久久不能平息 但他意外发现线索 在录像嘈杂的环境声里 抓住了杀人犯疏忽的一个细节 随即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声称要配合杀人犯演一出戏 在发布会上 阿崔把小黑留下的刀展示在众人面前 上面的血和自己的低内吻合 这把刀就是当年被凶手用来割他嘴的 小黑确实有可能是凶手 但小李肩上的子弹也确实出自阿崔的配枪 这两人之间一定是一个在撒谎 小李立马淡定地说 他家里的保险柜被别人撬开了 阿崔手里的刀正是他被偷的那把 一群人在街边看这场直播 小黑就混在其中 他决定邀请阿崔和小李 来一场线下对峙的直播 小李表示假的永远都是假的 他无所畏惧 来就来 关于真凶的直播被受关注 小李的脑残粉纷纷应援 一直把小李才是真凶挂在嘴边 仿佛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直播开始前 小黑在一棵树上做了显眼的标记 并拍成视频发给警方 表示这底下有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家属们也没有座椅代币 把剧毒注入钢笔 等到确定谁是真凶时 直接送他下地狱 备受关注的直播终于到来 小黑也不遮掩直接曝光真实面目 主持人问他如何自证是真凶 对方却表示请看大屏幕 这时导播连接场外 警方在小黑标记的树下 挖出一具骸骨 阿翠一看死者穿的衣服 就立马认出对方是老婆 丈母娘悲痛欲绝 她终于找到了女儿 阿翠气得头皮发麻 当场想暴揍小黑 反而让对方颇有成就感 这个证据足以证明他才是真凶 众人纷纷期待小李如何自证 结果小李却把之前的证词通通推翻 说自己不是杀人犯 而且小说也不是他写的 其实是阿翠写的 事情迎来反转 这一切居然都是阿翠策划的骗局 小李其实是第一位死者的儿子 得知凶手逍遥法外的那天 小李悲痛欲绝 决定跳楼结束生命 还没落地就被正在行驶的公交车撞毁容 阿翠救了他 还带他去整容 邀请他一同完成骗局 凭借阿翠多次和杀人犯交手的经验 非常清楚对方狂妄自大 如果对方知道有人假扮成他 不仅暴红混的风生水起 还赚得盆满钵满 那一定会心有不甘 势必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这样凶手就会自己蹦出来了 小黑得知一切后丝毫不慌 表示诉讼时效已经过了 不理解阿翠做这些的意义 阿翠愤怒地说要把你绳之以法 想知道老婆身在何处 至少知道了这些 再把你除掉 紧接着 阿翠放出了录像带 小黑看到自己的佳作被放到大屏幕上 笑得格外灿烂 殊不知因为自己的自大 疏忽了致命的一点 节目当众播放受害者的视频 杀人犯却笑得合不拢嘴 认为这是他的佳作 极其狂妄自大 却疏忽了致命的线索 在嘈杂的环境声里 响起了第14届总统选举直播的声音 当时是1992年12月19日24点 如今是2007年12月18日23点46分 距离杀人犯最后作案的追溯期 还有14分钟 杀人犯听完立马笑不出来了 连忙跪下来哭着求阿翠原谅他 可阿翠一想到老婆死在对方手里 直接扣动扳机 却遭到同事制止 子弹好巧不巧打到灯上 结果现场断电一片漆黑 杀人犯趁乱溜走 无视玻璃直接从三楼跳了出去 抢了路人的车准备溜之大吉 这时 家属开着叉车冲上来 把对方车举起摔在地上 准备再摔一次时 杀人犯从车里滚出来 家属连忙把车砸向他 对方灵活滚到一边 没死成 还抢了外卖小哥的摩托车 阿翠开着车不停追赶 可过于心急 疏忽了来往车辆 被货车撞翻 阿翠咬牙爬了起来 抢了货车去追杀人犯 终于拦下了对方 可对方牢牢抓着车头 迅速冲进了驾驶位上 把阿翠踹了出去 局势开始反转 阿翠吃力地抓着车门 顺利爬上了车顶 这时 小李开车停在路中央 及时拦下了货车 阿翠趁机打掉轮胎 货车瞬间翻了 随即阿翠和杀人犯打了起来 经过一番周旋 他用力勒住了对方脖子 这时他攒了15年的愤恨 结果又被赶来的同事制止 杀人犯猖狂地笑着 警察不能当接触刑他 而且逮捕他也不会执行死刑 就在这时 丈母娘冲了上来 想拿带有剧毒的钢笔扎死他 结果被阿翠制止了 丈母娘悲痛万分 他必须要攒了这个恶魔 15年来 家属都在期盼着这一天 阿翠并不想让丈母娘坐牢 自己夺过了钢笔 对杀人犯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 对方笑不出来了 低头一看 钢笔已经被扎进身体 下一秒 毒笑开始发作 杀人犯很快就口吐白墨下了地狱 阿翠给了11名死者交代 还保护了他们的家属 虽然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 但在出狱这天 所有死者家属都站在门口 带着感激迎接阿翠 这部影片由真实事件改变 也因为这部影片 韩国的诉讼时效从15年 改成了25年 在影片里 真凶是谁其实并不是重点 这个过程达到控诉反讽的效果 才是影片真正想表达的 把一个原本应该严肃悲伤的 连环杀人事件 变成了一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 嘴脸大揭露 许多人认为太过荒谬 电影或许是放大了一些细节 但不妨举个真实例子 2013年2月 影片里饰演小李的演员 被举报涉嫌强奸 立刻就有粉丝质疑 并表示能被这样的男人抢 你的美白活 可见 电影来源于生活 却并不一定高于生活 在这个媒体 网络不断开放的社会 有一些言论和行动 确实是 不断地在刷下献毁三观 长相貌美的姐妹俩 从出生开始就胯部相连 穿胖刺都只能用绳子绑起来 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两人都必须在一起 如果其中一个要上厕所 另一个也只能陪同 父母没有抛弃他们 并不是爱心女儿 只不过是把他们 当成了摇钱树 每次镇上有什么聚会或者派对 姐妹俩就会以歌手的身份出演 靠着他们猎奇的外形 和甜美的歌声 获得不少收入 可每次赚到的钱都没到他们手里 父母会把他们的血汗钱 拿去吃喝玩乐 姐妹俩也只能任劳任怨 即使两人生活不方便 他们依旧坚强 并不会因此放弃生活 这天 妈妈催促着姐妹俩起床 今天有一场特别演出 要去生日派对上给寿星唱歌 姐妹俩连也没洗就得走了 纯素颜依旧美丽动人 他们除了外形猎奇以外 如果其中一人身体不适 另一个也能感同身受 妹妹在车上不停地吃东西 姐姐就会劝她别吃了 虽然两人身体相连 但性格和思想却大相径庭 姐姐向往脱离妹妹的自由 渴望去海的那边 妹妹却只想和姐姐永远连在一起 不想让生活有任何改变 安安稳稳地持续下去就好 姐妹俩截然不同的想法 势必只能实现一个 在生日派对上 姐妹俩一盏歌喉 唱着不要扼杀他们的梦想 要让他们自由地飞翔 不知道他们唱出这些歌词时 内心会有多么煎熬 受心缓缓靠近他们 用手触碰姐妹俩相连的地方 其实每个人都很好奇 他们如何连体的 毕竟连体应大约每20万 才会出生一例 这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他询问姐妹俩的爸爸 为何不带他们接受治疗 爸爸又怎么可能如实回答 让医生别没事找事 医生却坚持想让姐妹俩得到治疗 对他们表示可以免费做检查 说完就递给了妈妈明天 很快就被爸爸没收 姐姐把这一目镜收眼底 医生或许是能帮他实现自由的希望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回家的路上 姐姐向爸爸讨要明天 但爸爸由言不尽 坚决不同意 还CPU姐姐 很多正常人都会穷得 跟狗一样饿死街头 你们正是因为猎奇的外形 才能赚得盆满钵满 不愁是穿 姐姐面对蛮不讲理的爸爸 企图直接抢名片 却立马被制止 内心感到苦闷 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为什么就这么难 可他不想就此放弃希望 在第二天的演出上 姐姐就是不开口唱歌 为了赚钱 妈妈只好拿名片给他看 姐姐看到他们妥协 开心地唱起了歌 事后 医生给姐妹俩进行了体检 发现他们并没有相连的器官 完全可以做分离手术 而且会百分百成功 并表示能给他们免费做手术 姐妹俩只需要出过来的车费就行 长得这么好看 却要像残疾人一样生活 如果他们能恢复自由身 生活质量会上好几个层次 这让姐姐看到了希望 然而回到家后 爸爸却一言不发 姐姐以为爸爸是嫌要出车费 姐是只需要20块钱 就能改善生活了 但爸爸依旧闷不吭声 姐姐迫切奔向自由 然而爸爸的回答却是 家里没钱 姐姐傻眼了 去年就争了8万欧元 怎么可能会没钱 一定又是被爸爸拿去赌了 更何况他们已经成年了 可以自己决定人生 真的不想再被别人冷眼相待 他受够了 可爸爸的回应彻底让姐姐寒心 他说如果你们分开了 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没了 姐姐对爸爸大失所望 你们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能自己赚钱 妇女二人大吵一架 妹妹在一旁闷不吭声 她很清楚 姐姐为何如此强烈地渴望自由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男人企图玩三人行 不停让连提姐妹喝酒 看到姐姐一饮而尽 直接坐到了她身旁 企图和姐姐探讨人生 妹妹察觉男人心怀不轨 以口渴想喝水为借口 支开了男人 接着就给恋爱脑的姐姐 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把她打醒 意识到男人只是对她有感觉 并不是对她有感情 这让她回想起生日派对上 男人假借经纪人的身份 故意接触他们 夸他们唱歌很有天赋 天生就有优越的歌喉 而且她有门路 可以让姐妹俩走向全世界 赚钱完全就是小意思 感兴趣的话 随时可以到她的私人游艇上 商量一下签约的事情 姐姐一听到可以走向全世界 这正是摆脱父母控制的好机会 立马就心动了 还能轻松筹钱做分离手术 开心地睡不着 和妹妹躺在床上 告诉了妹妹分离身体的决心 她已经受够了连体的生活了 而且已经成年了 应该分开了 这样才能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情 就算身体不舒服 喝酒喝到人养麻烦 也不用再担心另一方 可妹妹却不想和姐姐分开 她习惯了连体的生活 分离的话意味着 不能一直和姐姐在一起了 姐姐却觉得妹妹看得太表面 如果可以恢复自由身 就能去世界各地游玩 不会再被冷眼相待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谈恋爱 而且摔跤了也不用再担心起不来了 等到天一亮 妈妈发现女儿们离家出走了 而且还收拾了行李 显然是不打算回来了 如今的姐妹俩开心地骑着小摩托 去追寻自己美好的未来 一起计划着恢复自由身要做的事情 开到半路结果摩托车报废了 无奈之下 姐妹俩只能下车走路 自由的意志支撑着 她们走了很久很久 终于来到了海边 随即联系了经纪人 对方很快就来迎接她们 姐妹俩如愿来到了 经纪人的私人游艇上 经纪人还装出暖男的模样 贴心地帮她们脱掉鞋子 初出茅庐的姐妹俩 第一次见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游艇上聚集着众多美女 经纪人一上来不等姐妹俩说话 就给她们灌酒 非常急不可耐 得知她们是想预知薪水后 不仅不拒绝 还很爽快地答应 以签合同的名义 把她们约到了房间里 从保险柜里拿出厚厚的一碟钱 告诉她们如果想要得到 就把酒全部喝完 姐姐立马把酒一饮而尽 经纪人不停灌酒 姐姐也来之不惧 见时机成熟 经纪人坐在了姐姐身旁 妹妹大呼不妙 赶紧以口渴为借口支开了她 面对上头的姐姐 经纪人不在 偷偷拿走钱塞进包里 小心翼翼地跑到了甲板上 可如今四面都是海 她们似乎没有退路 卷钱跑路的连梯姐妹 被逼无奈选择跳海 然而完全不会游泳 加上胯部相连行动不便 两人扑腾半天 很快就体力耗尽 沉到了海里 装着巨款的包也飘了起来 一张张钞票被海水冲到了海岸边 所有人纷纷跑来捡钱 正好发现了被冲上岸的姐妹俩 爸爸得知后赶来把她们带了回去 这并不是心疼女儿 而是找到了新的商机 没等姐妹俩休息一下 就给她们化上了妆 随便给她们吃药凑合一下 然后就把冰块塞她们手上 这并不是给她们消水肿 而是要割下她们掌心的肉 完全不把她们的命看在眼里 一味地把她们当成了摇钱树 以姐妹俩跳海还能平安归来为噱头 骗当地的居民们施舍换取长命百岁 大家都抢着摸她们的手心 姐妹俩手心不停流血 早已万念俱灰 在人群中行尸走肉 姐姐不堪重负 决定拿命反抗父母 用刀扎进胸口 大家瞬间乱成一团 终于停止了荒谬的行为 妹妹悲痛地把姐姐抱在怀里 等到妹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 身边也已经没有了相伴18年的姐姐 她摸着不再相连的胯部 恐慌地爬下床 连忙拔掉管子 还没从连体中缓过来 迈着僵硬的步伐四处寻找姐姐的身影 不知找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姐姐 她走了过去 躺到姐姐身后 轻轻地抱住了她 唱起了熟悉的歌 她们终于迈开了改变生活的第一步 尽管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美好 未来也似乎还是在一片迷雾中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连体姐妹的命运故事 她们互相羁绊 互相扶持 但同时也是互相禁锢 从路人角度来讲 她们是一对残障人士 但从父母角度来讲 她们可以用猎奇的外形 为家里获取收入 生活质量远胜于邻居们如同狗一般的生活 连体因大约每二十万才出生一例 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确实很罕见 然而却完全可以当成亲密关系的隐喻 探讨自由与羁绊 从这一点上 电影把这个层面的深度诠释得很到位 连体的极端情况 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极佳角度 人性的贪恋 正是导致姐妹俩不幸的根本原因 辛苦赚来的钱都被爸爸拿去赌 其他的钱妈妈拿来买奢侈品 口中的没钱 也只不过是虚伪的父母编织的借口 整日游手好闲 把猎奇外形的姐妹俩当作商机 不断压榨他们 生理上的缺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们的吸血鬼父母 还有那群迷信的居民 该溜子对着窗户撒尿 屋内正在吃饭的一家四口面面相去 却没一人出言制止 因为他们极其贫穷 不敢惹事 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每次上网都坐马桶旁 因为这是屋内最高的位置 可以蹭到一楼的WiFi 等到街上喷消毒计时 他们就开窗 顺带给家里消毒 但每次下雨就遭殃了 地下室直接被淹 而且马桶里会喷出粪水 家里一片狼藉 他们希望能住进豪宅 可只有地下室才住得起 贫穷的人没法挤入上流社会 就在这天 改善生活的机会来了 大儿子姬宇的朋友 在富豪家里当家娇 辅导富豪千金不久后 对方就爱上了他 朋友哪敢搞失声恋啊 但姬宇这穷酸样 千金也肯定看不上 想让姬宇代替他去当家娇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姬宇立马同意 虽然他没有上过大学 但可以让妹妹姬亭伪造 名牌大学毕业证书 十分逼真根本看不出一样 一家人的生计希望寄托在了姬宇身上 等到了第二天 姬宇借来一套正装 走出了地下室 从最低处一点点爬到了最高处 这也是底层百姓和上流阶级的差距 等到他来到富豪别墅 直接惊呆了 这生活环境根本不是穷人能想象到的 更加迫切想拿下这份工作 而他面对的面试官是富豪太太 姬宇装的有模有样 立马取得了太太的好感 等到姬宇辅导千金时 发现对方有考试焦虑症 每做一道题就紧张得不行 太太也没法子 这给了姬宇表现机会 她知道按一个学位 可以缓解焦虑 十分凑效 千金一改常态轻松作答 这一举动直接拉满太太对姬宇的好感度 当场以一节课648美金聘用她 就在这时 一只剑射向姬宇 对方是富豪溺爱的小少爷 有画画天赋 但是非常顽皮 经常恶作剧 前后气走了五个美术老师 太太对此很是苦恼 姬宇一听立马发现这是姬亭的商机 骗太太说自己有个美术专业的学妹 刚出国留学回来 而且很多人强着想拼用她 但她可以出面介绍 太太一听立马想见姬亭 很快姬亭来到了富豪家里 开始指导小少爷画画 太太想要旁观 却被姬亭拒之门外 这不免让太太担心里面情况 但很快房门就被打开 太太直接傻眼了 一向顽皮捣蛋的儿子 居然对姬亭毕恭毕敬 殊不知 姬亭和姬亭早就对少爷做过调查 发现她曾经遭受过创伤 接着姬亭对太太说 刚刚和少爷沟通过程中 发现她有心理问题 姬亭不仅可以指导她画画 还能靠艺术来治愈她的心灵 太太开心极了 这时富豪也下班回到家里 看着时间不早了 让司机送姬亭回家 为了不露线 姬亭骗司机说放她在KTV下车就行 约了有朋友 然而司机却对美丽的姬亭起了色心 不停撩她 惹得姬亭十分反感 突然有了想法 反正爸爸有代驾经验 正好可以取代司机 于是脱下了自己内裤 到了第二天 内裤被富豪发现 误以为是司机带妞在车上玩耍时落下的 顿时对她充满厌恶 于是和太太吐槽 认为司机私生活不检点 说不定还惜了 这可把太太吓坏了 和富豪达成一致吵司机 犹豫 却没发现姬亭正在拐角偷听 给太太推荐一个 从小就给国家领导开车的老司机 为人沉稳 而且他可以担保 太太一听立马同意了 完成计划后 马上让老爸姬泽熟练驾驶豪车 到了第二天 姬泽身穿正装找到富豪应聘司机 不仅车机一流 而且把首尔每条路都摸透了 就连几转弯杯里的咖啡都纹丝不动 富豪甚是满意 如今姬泽 姬雨 姬亭都成功寄生富豪家里 但欲望永远是填不满的 还想让妈妈也挤进来 并且把算盘打在了管家身上 然而管家在富豪家根深蒂固 做事紧紧有条 情商也很高 唯一缺点就是不太好看 但太太非常满意管家 这让他们有点头疼 就在这天 姬雨无意发现管家对桃毛过敏 男人用刀片给桃子脱毛 随后收集到笔盖里 趁老嫂子在豆狗偷偷弄到了他身上 很快老嫂子就过敏了 只能到医院治疗 接着男人的父亲姬泽来到医院假装自拍 实则是偷拍老嫂子管家 事后用照片骗太太说管家得了肺结核 为了进一步让太太相信 等到她回到家时 男人的妹妹姬汤立马对管家撒桃毛 结果管家咳嗽的一幕正好被太太看见 然后姬泽添油加醋 在管家用的纸巾上挤辣酱 骗太太那是血 这下太太彻底被忽悠了 为了避免管家传染病毒 炒了她鱿鱼 然后姬泽立马抓住时机 给富豪介绍一所高级管家公司 等到太太打电话过去时 这饼正和太太胃口 然后妈妈以新管家的身份挤入富豪家 一家四口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聚集一起 寄生在别墅里吸富豪的血 到了小少爷生日这天 富豪一家准备去旅游庆生 这下没有了约束 记责一家直接放飞自我 释放寄生虫的天性 把别墅当自己家 白天躺在草地上舒服地晒太阳 下午在浴缸里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 晚上把富豪珍藏多年的酒泉都造了 完全不再像地下室里畏畏缩缩的样子 此刻笑容都裂到了耳后跟 这时外面下起倾盆大雨 门铃声突然响起 屋内众人瞬间精神紧绷 以为是富豪他们回来了 打开监控一看 原来是前管家 对方是来取之前落下的东西的 妈妈便放他进来了 记责和儿女连忙躲在一旁 然而前管家一进门就直奔地下室 妈妈觉得不对劲 连忙跟了进去 管家奇葩的姿势出现在妈妈眼前 见他吃力地推着柜子 妈妈便搭了把手 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空间 往深处走进是更深层的地下室 而且有个老男人 前管家坦白这是他老公 因为老公被通缉 只能把他藏在这里 遗葬就是1460天 而这个地下室是别墅上一个住户挖的 富豪一家压根不知道 妈妈立马准备报警 前管家跪下来苦苦哀求 还拿积蓄试图收买妈妈 殊不知姬泽和儿女正在偷听 结果姬泽脚一滑 三人齐刷刷滚了出来 姬雨还喊姬泽爸爸 前管家瞬间明白他们是一伙的 录下视频做证据 这下局势反转 姬泽一家只能听从前管家命令 齐刷刷跪在他面前 一家四口高举双手 齐刷刷跪在地上 被老嫂子拿手机实施直播 接着老嫂子模仿主播腔调进行配音 下播后还意犹未尽 这时 姬泽一家突然发起进攻 将前管家的手机打掉 双方为了寄生开始激烈地争夺手机 最终前管家夫妻输在了人数上 手机被姬泽一家夺走 视频也被删掉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傅豪打电话过来 说敌军还有三秒到达战场 姬泽一家连忙把前管家夫妻关进地下室 用绳子把前管家老公束缚住 然而前管家趁机拼命挣扎 企图逃离地下室 却被妈妈一脚踢了回去 摔得人羊马翻 当场领了盒饭 妈妈急着收拾屋内的垃圾 没空查看情况 姬泽带着儿女躲到桌底下 然而傅豪一家回来后 并没有回卧室睡觉 而是在沙发上聊天 傅豪说姬泽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 太太表示她也这么觉得 躲在桌下的姬泽默默闻了一下 然而并没有闻出什么 但遭到嫌弃心里莫名地不爽 傅豪和太太聊到半夜才睡着 桌下的三人终于轻手轻脚地爬了出来 从车库窜出去 临着大雨一路往最底层跑 这不仅是各种阶梯和斜坡 更是他们底层人物与上层阶级的距离 等到他们回到地下室的家时 里面早已被污水淹没 就连最高位置的马桶也不停喷涌粪水 面对现实的惨状他们只能认输 第二天 傅豪准备给小少爷补办生日派对 邀请了姬亭和姬雨 还让姬泽跟他去买准备的东西 回家路上 太太突然闻到姬泽的味道 嫌弃地开窗通气 姬泽再次闻身上的味道 依旧没闻出一场 但太太的表现让她感觉是耻辱 姬雨这时却在和千金探讨人生 自从成为家教后 她早就和千金有一腿 三秒后 姬雨拿着石头来到地下室 企图除掉威胁他们的前管家夫妻 可她手一抖 石头静滚了下去 她凭住呼吸继续深入 前管家的尸体映入眼帘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前管家老公拿绳勒紧了脖子 眼见对方准备拿石头砸过来 姬雨连忙挣扎跑出地下室 却疏忽了脖子上的绳索 一上来就被绳子往回拉倒 为了给前管家报仇 她的老公彻底疯狂 拿石头朝姬雨砸了下去 接着到厨房拿了把刀 来到了派对现场 找到了毫无防备的姬婷 直接捅了过去 场面一度混乱 小少爷直接吓晕过去 妈妈看到姬婷遇到危险 连忙冲上来和前管家老公大打出手 用叉子扎进对方身体 姬泽连忙捂住姬婷的伤口 然而傅豪制止了她 让她当务之急是送小少爷去医院 但姬婷明显情况更严重 她选择留下来照顾 把车钥匙丢给傅豪 结果却被前管家老公压住钥匙 傅豪只能推开对方去捡 然而对方的味道和姬泽一样 让她感到恶心 这一举动瞬间激怒了姬泽 他拿起刀冲上去捅傅豪 对方当场领了盒饭 姬婷也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基于侥幸活了下来 可被砸成了傻子 姬泽杀完人后 选择躲进别墅的地下室 苟言残喘 导演奉俊浩的这部电影 表达方式很直接 直面描述出了 穷人和富人两个不同阶层 之间有着巨大鸿沟和隔阂 凤俊浩曾说 如果以韩国人均三万美金计算 要买下电影中的别墅 需要547年 KBS曾以财富的不平等为主题 做问卷调查 75%的人都认为 韩国财富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 并且对于本人或者儿女 能否进去上层阶级 多数人认为不可能 这部影片将主要矛盾 聚焦于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富人高高在上 生活优越 光鲜亮丽 穷人则狗活于地下 朝不保夕 暗淡无光 社会环境的残酷 造就了底层群众的不幸 还有影片中提及的味道 富豪说鸡泽身上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是经常搭乘地铁的人身上 才会有的那种味道 这里的味道 不仅仅指他们身上的气味 也暗指鸡泽等人身上 无法摆脱的穷酸味 衣服的汗水味可以洗掉 可这种融入血液的穷味 是任凭他们怎么努力也去不掉的 显然 社长对穷人有偏见 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鸡泽 这话被鸡泽听到了 也成为了他耿耿于怀的心结 于是 在电影结尾处 生日派对变成了杀人现场 慌乱中 鸡泽看到富豪闻到难闻的味道 立马嫌弃地捏住了鼻孔 在那一刻 他的自尊心被彻底碾碎了 他愤怒地对富豪痛下杀手 以及为何最后领盒饭的是鸡亭 鸡亭算是一家四口的一个希望的象征 就如鸡云所说 感觉鸡亭和别墅很大 和他们不像是一类人 他身上也没有穷酸味 是最有可能进入到上流社会的 鸡亭的死 象征着这一家四口希望的破灭 撕掉了底层社会的梦想 似乎暗示了穷人无论如何努力 最终都还要被打回原形 瘦小的姐妹俩将男孩们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看着对方鼻青脸肿的惨状 爸爸只能向对方家长道歉 事后让姐妹俩还原打斗经过 姐妹俩原本以为爸爸会教训他们一顿 没想到爸爸越看越兴奋 更不会想到 这件事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爸爸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 梦想是能为国家赢得金牌 可还没完成梦想 当时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摔跤 于是爸爸希望将来的儿子可以帮他圆梦 结果没想到生下来的四个娃都是女儿 整个人都黏了 妈妈因此感到自责 但爸爸并不是不爱女儿 只不过他的梦想只能是男孩帮他实现 因为国家的摔跤手迄今为止没有女性 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把一生的梦想封存起来 可如今看到大女儿吉他 和二女儿巴比塔金国不让须眉 都继承了他的摔跤天赋 让他又有了希望 他立马做了决定 要把女儿们培养成摔跤冠军 妈妈得知他的想法后 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在他们国家还没有过摔跤女选手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可爸爸只要做了决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不想自己女儿白白浪费天赋 和其他女孩一样只能洗衣做饭过完一生 随即带女儿们去吃他们最爱的糖油混合物 吃到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为止 从接下来开始 他们就不能再碰这些食物 女儿们直接傻眼了 就这样 在爸爸的带领下 他们不再穿裙子 每天都在不断训练体能 一醒来就到田里晨跑 还没些会 就要操作机器锻炼手臂力量 接着爸爸带他们到训练场学习摔跤 直接碰壁 对方拒绝培养女选手 求人不如求己 爸爸直接在田地里搭建了训练场地 自己来教他们摔跤 还拉来侄子当陪练 可女儿们完全是不敢反抗爸爸 才接受的训练 并不是想成为摔跤手 他们以训练场太脏 导致头发长狮子为由 企图让爸爸心软不再训练 结果爸爸无视他们的苦苦哀求 直接找人把他们剪成寸头 头发对于他们国家的女性而言 和生命一样重要 如今他们瞬间成为世人的笑柄 走在街上根本抬不起头 爸爸也遭到众人谴责 居然如此对待自己女儿 为了一己私欲 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 女儿们决定发起对爸爸的反抗 爸爸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敲咪咪给闹钟关掉 等到爸爸睡到自然醒 他们才开始应付式训练 晚上在训练场的时候 趁爸爸不注意把灯泡熄灭 这些小伎俩爸爸自然是知道的 但女儿们有一天一定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就在这天 女儿们因为要参加了好朋友的婚礼 终于可以歇一天了 他们一个劲对好朋友吐槽爸爸 然而朋友的一番话让他们改观了 朋友说这里的每个女孩 从女生开始就要学会做所有的家务活 到14岁就要被嫁出去 名义上说是为她好 实际上就是把她当作包袱丢出去 自己的命运从来不能自己掌控 你们也14岁了 可你们的爸爸为你们遮风挡雨 对抗全世界 就是想让你们能拥有自己的人生 不应该感到庆幸吗 女儿们听完这番话终于醒悟 泪水瞬间打湿了眼眶 等到第二天 爸爸醒来后去喊女儿们起床 发现他们已经出门训练了 而且一改往常 从被迫转变成主动学习摔跤 每时每刻都在练习 即使是上课也在暗自努力 很快 两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侄子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爸爸眼见时机成熟 是时候让他们实战了 带他们报名参加比赛 主办方看到参赛的居然是女孩子 这可是个商机 跑到街上大肆宣传一波 原本冷清的比赛场地 立马被围得水泄不通 显然大家都是来当吃瓜群众的 就爱看女选手如何吃饼 包括裁判也不相信他们能赢 还说去跳一个你想输的对手吧 然而大女儿吉塔却选了场上最能打的对手 众人都傻眼了 14岁女孩首次参加摔跤比赛 直接选最能打的男人做对手 吃瓜群众全都傻眼了 裁判还让对手对女孩子下手轻点 女孩却说不需要 随着比赛开始 女孩直接拍对方脑袋瓜子 多次完美防住对方进攻 灵活扑倒了对方 差点把他推出场外 男人不敢再轻敌 拿出了全部实力 拍了女孩脑袋瓜子 女孩爸爸急得差点上来打人 众人也纷纷看不起男人 场上两人随即扭打起来 女孩一旦处于劣势就立马脱身 找准机会反扑对方 可男女力量悬殊 女孩再次被压倒 但她肚子里憋着一股劲 无论对方怎么压制她都奋力抵抗 还把对方掀了个跟头 几番周折女孩体力见底 被对方牢牢束缚住无法抽身 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可因为她出彩的摔跤实力 获得了众人一致的认可 主办方也给了她比胜方翻好几倍的奖金 女孩吉塔并没有感到开心 沮丧地走到爸爸面前 说对不起爸爸 爸爸拍拍她肩膀以示安慰 带她离开 到了晚上 吉塔心情沉闷完全睡不着 她找到了爸爸 迫切想参加下一场比赛 爸爸看着她的神情很是满意 第二天 吉塔灵活和对手周旋 成功把对方压制 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奖杯 从此之后 吉塔每天都泡在各种实战中 不断战胜各种男人 最初战胜她的男人也成为了她的手下败将 再也没有人对她发出质疑 纷纷看好这个摔跤女选手 在爸爸的带领下 妹妹也混迹各个比赛 一路战无不胜 房间里都快放不下他们的奖杯了 他们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女生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男生们则纷纷表示佩服 无疑曾经的质疑声浪被掌声取代 但爸爸志在全国比赛 而不是小乡镇 于是找公司老板请假两个月 老板却表示如果他是女儿要嫁人 请假才会批 为了带女儿比赛请假那想都别想 爸爸看不惯老板嘴脸 直接吵了他鱿鱼 这样一来爸爸没有了资金来源 但他不会再向生活低头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势必把女儿们培养成全国冠军 为国家赢得奖牌 他坚信奖牌不会从树上长出来 必须要用爱心 努力和热情去灌溉他 他在天台上铺满被子 模仿比赛的摔跤店 给女儿们介绍比赛积分制的规则 把侄子当工巨人 演练给女儿们看 侄子直呼远方传来风笛 接着吉塔开始参加全国少年组锦标赛 实力远超参赛者 即便对方体格比他强壮 他也能赢得轻轻松松 因为他是在泥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时间一化而逝 从少年组到青年组再到成年组 吉塔统统拿下了冠军 成为乡镇里的女顶流 很快 高中毕业的他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 前往首都的国家体育学院 父亲陪他一起来学校报道 第一天上课 教练就要求他们把曾经学过的训练统统忘掉 忘掉之后他们才配合他一起训练 而且只能学会他教的 一旁听课的爸爸找到了教练 说吉塔之前一直都是他在训练 他很棒很强壮也很有持久力 教练无视了他 爸爸不愿放弃 请求教授给予他正确的指导 吉塔绝对能在世界级比赛赢得奖牌 结果教练听完发飙了 当众让吉塔下不来台 还对爸爸下了逐颗恋 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 爸爸忍气吞声离去 学校的训练极其敷衍了事 和爸爸的魔鬼训练截然不同 进入新环境的吉塔出出茅庐 没能抵挡住诱惑 渐渐松懈了下来 不再勤于训练 开始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吃起了爸爸不允许吃的糖油混合物 还留起了长发 等到他放假回到家时 自豪地向爸爸说 在学校学习到了很多新东西 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爸爸全都看在眼里 但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 妹妹用爸爸教的技巧 在田里的训练场教其他女孩摔跤 吉塔制止了他 说爸爸的技巧都过时了 他来教妹妹新的技巧 正好被爸爸看到这一幕 他让吉塔演示给他看 结果轻而易举把吉塔摔在地上 一旁的吃瓜群众看笑了 爸爸无疑让吉塔下不来台 妇女二人决定正面交锋 双方势均力敌 并不是吉塔变强了 而是爸爸他老了 几番周旋 爸爸体力见底 输给了吉塔 吉塔不仅变得狂妄自大 还让爸爸下不来台 妹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找到了吉塔 说今天的事情你做得不对 吉塔却反驳 哪里不对 爸爸的技巧别人都说弱 妹妹坚持爸爸的技巧不弱 虚弱的是爸爸的身体 而且别忘了 你是靠着自认为 他很弱的技巧赢得全国冠军 吉塔却继续反驳 这套技巧只能拿来赢全国冠军 不能赢国际比赛 妹妹根本不懂 妹妹和吉塔彻底有了分歧 她坚信吉塔用教练那套肯定会吃亏 而她用爸爸这套一定可以赢 在此之后 回到学校的吉塔代表国家队参加锦标赛 用教练所教的技巧 结果一直被对方碾压 还被当成陀螺传 第一轮就败下阵来 被教练不断谴责 和妹妹这边截然不同 妹妹猛如老虎 不断碾压对手 而且一直受到爸爸鼓舞 轻松拿下比赛 也进入了国家体育学院 然而面对输掉比赛 却不以为然的吉塔 她觉得非常陌生 和第一次输掉比赛的吉塔截然不同 更何况这次输掉的是国际比赛 吉塔却让妹妹哨在这说脚它 她只会输一次 可到了后面多次国际比赛 吉塔都是第一轮就被完败 从战无不胜到战无不败 她终于沮丧了 然而教练面对她 不仅不鼓励 反而笑她生来就和冠军无缘 拿爸爸对她的期望当成笑话 如此小度机长 吉塔终于看清教练和爸爸的差距 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在妹妹的鼓励下 吉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哭着说对不起爸爸 终于父女二人和好了 吉塔在此之后决定回归正轨 剪掉自己的头发 女人拿起剪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手起刀落剪掉了辛苦留长的头发 顶着一头凌乱的短发来到训练室 她决定让自己回归以前的状态 可现实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教练认为她实力不行 必须放弃原本的55公斤级别 去参加51公斤级别争取赢得奖牌 得知此事的爸爸气不打一出 我闺女一定能赢 教练在胡扯什么 等我来首都指导你 从这天开始 吉塔和妹妹除了早上七点 要参加学校晨练以外 其余时间就在爸爸的指导下 开始紧急特训 还给他们制定战术 为了让吉塔可以保住 55公斤级别的参赛资格 爸爸还单独给她加餐 可没过多久就被教练发现 不允许爸爸私自训练女儿 再有这种情况直接开除学籍 为了女儿们的未来 爸爸选择容忍 但他不会就此放弃训练 不停看以往的比赛视频 扣女儿错误的动作 还有对手的缺点 时间转瞬即逝 吉塔迎来了国际比赛 成功参加55公斤级别 教练直呼后理线 吉塔开始第一轮比赛 教练让他防守 爸爸却让他发起进攻 吉塔决定听爸爸的 结果顺利拿下第一轮比赛 在爸爸的正确引导下 吉塔来到了准决赛 对手实力很硬 曾获得两次世界冠军 教练让他进攻 爸爸却只是他不听防守 双方僵持了半天导致平局 只能抛硬币来决定谁攻谁守 可惜吉塔是首方 他必须在对方抱住单腿的情况下 守住30秒 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吉塔调整好呼吸和姿势 对方一发起进攻他就奋力抵抗 在被举起的一瞬间 吉塔借力反击压倒了对方 直接拿下决赛资格 众人欢呼雀跃 唯独教练黑着个脸 只因为吉塔两次不服从他的指示 在决赛开始前 教练设计骗局把爸爸关进房间里 无论如何都不能破门而出 而且没有信号 根本打不通电话 他只能祈祷女儿拿下冠军 吉塔只能靠自己了 对手曾打败过吉塔两次 吉塔心里压力巨大 但他从来都是迎难而上 第一回合以5比1拿下一局 可到了第二回合 对手一改常态 发起凶猛的进攻 在领先吉塔两分之后 开始不停防守扳回一局 吉塔不停看向爸爸的作为 如今他极其渴望得到爸爸的指导 到了最后回合 对手进攻比以往都要凶猛 吉塔节奏彻底乱了 比赛时间只剩22秒 如今比分是1比5 想赢几乎回天乏术 就在这时 他想起爸爸曾教他的假动作 如果可以完成5分动作 就能赢 他不停寻找机会 每一秒都极其珍贵 他揣摩对手想法 然后用假动作声东击西 突然绕到身后 奋力将对手抛了起来 全场平住呼吸 脚趾都扣住了地板 仿佛度秒如年 谁都无法想象接下来的结果 然而吉塔在比赛结束前 终于成功完成了5分动作 顺利赢得了世界冠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为自己国家拿下一块世界级奖牌 等到爸爸听到此时播放的始播歌时 立马知道女儿帮他实现了梦想 房门也终于被打开 他马不停蹄冲进比赛现场 看到爸爸 吉塔迎着全世界的目光冲向爸爸 把奖牌递给了他 爸爸擦掉眼泪 郑重地给吉塔戴上 对他说了一直以来想说的话 我以你为荣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里的爸爸原型人物是马哈维亚辛格珀卡 他曾是印度摔跤冠军 在他的带领下 他的四个女儿都成为了摔跤手 而且吉塔和巴比塔共计获得29面国际摔跤奖牌 在质疑声中打破了传统和世俗观念 成为了印度女性的榜样 激发他们学习摔跤 16岁男孩居然会来大姨妈 整个便池都被染上一抹鲜红 同学们看到男孩血尿 不仅不关心 还嘲讽他狠娘 一定是人妖 起初男孩并没有在意 回到家像往常一样玩游戏 等到吃晚饭时 突然感觉到腹部脚痛 以为是胃痛 便吃了胃药 第二天照常来学校上课 可就在课间时 腹部又一次疼痛男人 男孩连忙冲进厕所 却尿了满便池的血 他顿时感觉不对劲 连忙回到了家里 在网上查询血尿的相关症状 众所周知 网上看病 癌症起步 果不其然 男孩查出是膀胱癌 他直接慌了神 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 连恋爱都还没谈过 居然就得了癌症 到了晚上 男孩又一次复通 赶忙冲进厕所里 父母也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 担心男孩情况连忙跟进去 看到男孩尿了一地的血 当场傻眼了 连忙开车带男孩去医院做体检 医生给男孩做完检查 导致感染 男孩一听到自己没病 终于放下心来 还趁机让妈妈帮他请一个月的家 妈妈担心男孩的身体立马答应了下来 在这一个月里 男孩过得极其滋润 每天宅在家里玩游戏 不用做作业 还有妈妈无微不至的投胃 身体也恢复正常 可就在他返校之后 意外再次发生 在体育课上男孩感觉腹部脚痛 找老师报告身体不是不想跑步 结果老师觉得他是想偷懒 没有同意 男孩无奈之下只能忍痛跑步 跑没两步就晕倒在跑道上 老师这才发现事情严重性 连忙背着男孩赶往医务室 殊不知衣服被鲜血迅速染红 直到校医提醒 老师才得知身上有血 可自己并没有受伤了 低头一看 原来血是男孩流出来的 校医误以为他是女孩 应该是来大姨妈 老师说他是男孩 校医直接傻眼了 父母得知情况后连忙赶来学校 把他带去了市医院 做了全方位的体检 咽尿 CT 血液检测 终于有了诊断结果 孙独和父母谈话 这让男孩慌得不行 自己显然不是普通生病 父母误以为男孩是得了癌症 李博士解释男孩患有性别分化异常 说人话就是男孩拥有两套完整的生殖系统 既可以是男孩 也可以是女孩 父母头都大了 这和人要有什么区别 李博士接着说男孩两套生殖系统功能齐全 只需要进行性别检测 把不合适的生殖系统剔除掉 就能正常生育了 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父母终于松了口气 差点以为抱不到孙子了 回家路上 男孩依旧忐忑不安 问父母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 他们却没有告诉男孩真实的诊断结果 骗他说只是香蕉皮太长而已 明天去割掉就好了 到了第二天 医院的性别检测结果出来了 男孩体内的染色体是某某 说人话就是性别是女性 需要切除掉男性器官 不然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严重的话真的会患上癌症 听到这 爸爸知道男孩肯定无法接受 只能瞒着男孩 忍痛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男孩脱下裤衩给女医生检查 第一次对异性坦诚相见 不禁喜形于色 丝毫没察觉到某个部位被剔除掉 等到男孩再次醒来时 手伸进被子一摸 发现二弟不见了 瞬间崩溃大哭 父母这才告诉男孩他其实是双性人 而且在男孩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擅自让医生给他做性别定向手术 强行把他变成了女孩 他为了表达抗议 选择了绝食的方式 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可即便如此 父母还是按照博士的要求 把孩子当成女孩来养 不仅留起了长发 还每天要吃抗议药 就连过生日 父母送他的礼物竟是芭比娃娃 他感到厌恶 直接把礼物烧掉 父母总是以对他好的名义 做尽他反感的事情 为了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父母不仅把家搬到了台北 还给他重新取了个名字 叫诗兰 在这个新的学校 除了父母和校长 没人知道诗兰的过去 他们还有了新家 把诗兰的房间布置成公主房 诗兰极其怀念还是男孩的日子 妈妈却不停给他洗脑 还教他穿女孩的贴身衣物 到了入学第一天 诗兰不安地来到新班级上 同学们纷纷夸他可爱 皮肤也很白净 可这些赞美的话 对于诗兰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纯爷们 性取向依旧没有改变 他对校花同桌一见钟情 直到校花提醒他漏了 诗兰才反应过来 又来大姨妈了 第一次做女孩的 她下意识冲进了男侧 直接吓得男同学不敢尿了 疯狂提示女侧在另一边 等到诗兰拿外套 遮好血字返回教室时 发现校花正在帮她清理凳子 诗兰彻底沦陷了 她真的 我哭死 校花得知她第一次来姨妈后 带她到超市买卫生巾 教她怎么选择材质和长度 两人关系一下就清静了 成为了好闺蜜 一起逛街 一起试衣服 一起做美甲 烫头发 校花还送了她一套化妆品 渐渐的 诗兰开始接受了成为女孩的事实 也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 还想邀请校花到家里玩 看到对方同意 开心地和妈妈分享好消息 这也是诗兰成为女孩后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天 诗兰和校花坐公交出去玩 一个大叔对诗兰心怀不轨 闲珠手伸到了她大腿上 诗兰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事 她不知所措 连忙求助校花 校花得知后 直接把酒精泼大叔脸上 把对方赶跑后 连忙询问诗兰情况 见校花如此关心自己 诗兰把她视为了知己 说出了自己曾是男孩的秘密 校花得知后不但不反感 反而保证一定会守口如瓶 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秘密一旦说出来 那就不是秘密了 一群人把女孩按在墙上 想看看人妖到底是什么样子 认为她变成女生是想进女侧偷窥 女孩被全身束缚无法动弹 就在紧要关头 校花闺蜜冲进来 强硬地把霸凌者赶了出去 连忙安抚崩溃的诗兰 却被对方愤恨地推开 因为她是双性人的秘密 正是校花说出去的 尽管校花当时出于好心 她也无法原谅 就在昨天 诗兰收到了校草的情书 女生男性的她感到恶心 直接把情书塞书包里 喜欢校草的女同学看到了这一幕 翻诗兰的书包想拿走情书 不料翻出了抗疫欲要 因为妒忌心 她恶意揣测诗兰是神经病 要把事情传出去 为了阻止女同学造谣 校花只好主动坦白 诗兰是双性人的事实 警告她不能说出去 可她疏忽了人心险恶 第二天 诗兰照常来学校上课 所有人都对她另眼相待 直到看见哭着道歉的校花 她才意识到全校人都知道了秘密 女同学一副欠扁的模样 对诗兰冷嘲热讽 没想到我们身边居然有人妖啊 话音刚落 全班炸开了锅 疯狂针对诗兰 不给她上厕所的权利 还强行扒了她的衣服 企图查看她是不是女孩 尽管校花出手相助 但背叛就是背叛 加上遭到同学们的霸凌 诗兰内心受到极度的创伤 崩溃的在家里发泄情绪 把所有物品破坏 可无论怎么发泄 大家的嘲笑和骂骂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无法释怀 删掉了校花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再去学校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用打游戏来麻痹自己 父母担心诗兰的状况 带她到医院做检查 当助手看到诗兰的变化忍不住感叹 看来磁激素的作用效果很不错呀 诗兰再次大脑当机 没想到妈妈为了让她更快成为女孩 配合李博士让诗兰吃药 骗她那是抗抑郁药 她每天还身心不移地服用 这下诗兰是彻底崩溃了 父母用为她好的名义 瞒着她做踢除手术 活生生把男孩变成了女孩 从头到尾没有问过她的意见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和想法 诗兰控诉着她们不配为人父母 事后 诗兰找到了李博士 质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 结果李博士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认为诗兰应该感谢她才对 她给了诗兰第二个人生 她一直把诗兰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听完这话 诗兰彻底心如死灰 她总算看清自己 只不过是李博士的实验作品 作用就是帮助博士达成医学成就 她对博士说 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生命 你毁了我的人生 我也可以毁了你的作品 诗兰来到花店里 买了一束向日葵 亲手送给了妈妈 接着她回到房间里 锁紧房门 给自己穿上妈妈最喜欢的连衣裙 然后涂上了鲜艳的口红 还喷了点香水 随着音乐的旋律 翩翩起舞 这部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变 亦是对边缘群体的关注 对于开放式结局的看法 一些人会觉得诗兰最后是自我了结 诗兰要毁掉李博士的作品 然而作品正是她自己 加上里面有个鲨鱼的镜头 更加证实了诗兰的想法 穿裙子化妆喷香水 是打算让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去了结生命 以此报复李博士和父母 当然也有人说 诗兰是刀了李博士和父母 但根据她的性格特点来看 可能性较低 诗兰性格软弱而且孤僻 男孩身份的她 在学校里被霸凌不敢反抗 女孩身份的她 在女侧里被霸凌依旧不敢反抗 加上身体素质弱 比不上正常男性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12岁男孩把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理由是他们把我生了下来 这个理由让众人都傻眼了 男孩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如此痛恨父母 赞恩从小就被父母带着制毒 拿着假厨方在各个药店买纸通药 然后把药敲成粉末 接着把药粉到浸水里搅拌 再把衣服放进去 等晒干之后 就把衣服送到监狱里 卖给里面的犯人 这便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 其他孩子这个年纪在上学 而赞恩却只能在家干活 他看着有疏毒的同龄员 眼里满是羡慕 赞恩家里有许多兄弟姐妹 大一点的都在和妈妈一起做家务 小一点的就把脚栓上丢一边不管不顾 爸爸则坐椅子上悠哉的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 父母就当着孩子们的面探讨人生 赞恩这时只能捂着妹妹耳朵不让他听 就在这天 赞恩发现妹妹第一次来大姨妈 在当地女孩出巢被称为开花 这也意味着女孩可以嫁人了 赞恩赶忙把妹妹藏起来 帮她洗内裤 拿自己衣服给她当卫生巾 为了让妹妹有自我保护意识 骗她说如果被发现会被卖掉的 因为在此之前 小卖部老板对妹妹早就有了想法 经常免费送过妻的食物给他们吃 借机和他们家拉拢关系 很多次赞恩转身就把食物当垃圾丢掉 宁愿饿肚子也坚决不吃 但赞恩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没过多久 对方拿着一只鸡来提亲 妈妈果断收下 还骗赞恩说对方是来和她谈房租的 可赞恩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很多事情 她知道妈妈收下了鸡 意味着会把妹妹卖掉 她想阻止对方带走妹妹 结果被妈妈暴揍 既然阻止不了 赞恩决定带妹妹离家出走 她到小卖部里偷食物 还约了大巴车司机 一回到家就发现妈妈要把妹妹嫁出去 她挡在妹妹身前拼命阻拦对方 然而妈妈认为她在坏好事 直接把她控制住 赞恩不愿妥协 又被妈妈暴揍一顿 妹妹也被强行拉车上带走了 大人全都无视孩子们的抗议 赞恩拼命追赶 终究是没能追上 只能对墙撒气 妈妈还跑来继续揍她 这个家态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索性离家出走 流浪的赞恩不知不觉来到了荒废的游乐园 男孩把雕像的衣服扒开 他并不是青春期的躁动 而是对亲情和母爱的渴望 他的妈妈把他生了下来 却没有养育他 更不曾给予过母爱 男孩已经离家出走许久了 为了生计他只能打工 他对餐厅老板表示会稀碗托地 甚至像钓鱼的老人家说可以帮忙拿鱼杆 他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可是没人愿意聘用他 更不敢收留他 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望着店门口的食物垂涎欲滴 幸好有位好心人送了他吃的 不至于饿死街头 到了第二天 没人收留的赞恩只能找路人施舍一点食物 他找到了一个黑皮肤的小姐姐 对方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 赞恩不愿放弃 一直跟着他 其实在赞恩扒雕像衣服时 小姐姐就记住了他 对赞恩感到好奇 如今面对赞恩这份坚持 彻底被打动了 于是小姐姐给了赞恩一份工作 就是照顾孩子 把赞恩带回了家 解决他的衣食住行 小姐姐其实是偷渡过来的 之后在富豪家里当女佣 还有了男友 不料对方是个渣男 把他肚子搞大后就跑了 小姐姐害怕被发现未婚先孕 不然会被遣返 他只能离开富豪家出来打工 租的也是非常破旧的房子 可即使环境再差 对于赞恩而言都要比家里好 他生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每天都在用心照看小姐姐的孩子 这样小姐姐就可以抽空做自己的事情 找人办一张假的赞助证 结果对方心思不纯想买孩子 故意把办证费用翻了十倍 就为了逼他卖自己孩子 小姐姐他和赞恩妈妈不一样 他坚决不同意 于是对方变本加厉 要求他三天内攒够钱 小姐姐只好找老板预付工资 老板却不同意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到当初的渣男 可渣男连孩子的照片都不看 小姐姐接连碰壁越发狼狈 还剪掉了头发才换了些钱 他哭着给他妈妈打去电话 说这个月不能给家里寄钱了 小姐姐苦不堪言 身边有孩子要养 家里还等着他给饭吃 一家重担落在他肩上 上帝给你关上门的同时 还会把窗关上 小姐姐因为偷渡被抓捕了 赞恩发现小姐姐一直没有回来 孩子也哭个不停 猜到这个新家破灭了 他抱着孩子找到了半假证的人 询问小姐姐去处 结果对方把心思放在了孩子上 骗赞恩说孩子交给他照顾就行 还会给赞恩50块钱做生活费 赞恩虽然小但立马知道 对方心怀不轨 果断拒绝了对方 他抢走了邻居小孩的滑板 还偷了锅 拖着年幼的孩子继续开始流浪生活 12岁男孩制毒手法炉火纯青 拿着假处方到各个药店买纸通药 然后一边拖着垃圾堆捡来的孩子 一边走接串向卖面粉 这便是他的经济来源 因为他以最低价卖面粉 客人都买他的 导致同行没生意 对他拳打脚踢 更让人心寒的是 因为没来得及交房租 房东直接把房子上锁 里面全是赞恩的货 他想尽办法破门却无果 经济来源就这么断了 只能带着孩子在街头喝西北风 深思熟虑后 赞恩决定放弃孩子 毕竟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没有义务养对方 而且自己都没饭吃还带着他 这无疑是找罪受 可孩子看他走就立马屁颠屁颠追上去 即使过马路也跟着 赞恩索性把他脚绑住 孩子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赞恩 无助地哭了出来 赞恩还是心软了 他红了眼眶 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这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决定 他把孩子给了那个扮假证的老板 对方嘴上说着会把他带去其他国家 给一个有钱人家养育成人 这话说出来又有谁会信 赞恩不敢想象孩子的未来会怎样 他痛恨自己的国家 迫切地想去其他国家生活 可是必须要出生证明 然而赞恩连自己几岁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 他偷偷回家里拿出生证明 不料被妈妈发现又挨一顿毒打 因为父母的认知里 他们就是被打到大的 这一套教育方式有用 然后施加在孩子身上 还冠冕堂皇地认为这是为孩子好 爸爸还说命运不公 国家给了他们驱逐令 还有医院的死亡通知书 就是没有出生证明 可从未想过 如今自己成为了传递不公的人 把不公传递给了自己儿女 赞恩听到爸爸说的死亡通知书 他突然意识到妈妈穿着丧服 而且回来半天没见到妹妹身影 如今才得知妹妹难产大出血 因为没有出生证明 医院根本不管她 妹妹就这样死在了医院门口 没能拼过自己的命运 赞恩终于忍无可忍 他拿起刀冲出了门 很快 赞恩因为杀妹夫未遂被抓捕 医生根据他的牙齿判断出 他如今12岁 第二天 妈妈来探监 赞恩却心机梗塞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不穿丧服了 妈妈却不为所动 还说上帝拿走你一样东西 就会给你新的礼物 赞恩意识到妈妈又怀孕了 他心如死灰 这真是太可笑了 把妈妈送来的东西当垃圾扔掉 到了晚上 赞恩联系了电视台 说要指控他的亲生父母 还说了一段话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 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 暴力 侮辱 或殴打 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 滚婊子的儿子 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 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在法庭上 法官询问妹夫 你认为11岁的女孩适合结婚吗 妹夫不假思索回答适合 因为她开花成熟了 该嫁人了 赞恩气不打一处 原来她跟水果蔬菜一样还会熟啊 眼见大人不在理 妈妈开始打起苦情牌 说自己过得比狗还惨 法官他们高高在上 站着说话不腰疼 根本没有体验过我的生活 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孩子好 这种话换成是你能听进去吗 将上一代的不公传递给下一代真的合理吗 生儿不养真的没问题吗 养育子女到底是不是父母的责任 人的一生 就是在这样的生与养的循环中度过的 做父母是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必修课 在上这门课时 有好好思考过生养这个问题吗 影片最后 半假证的老板被抓 小姐姐和孩子得以重逢 她并没有怪赞恩 还收养了他 当赞恩拍护照的证件照时 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是逃离成功的笑容 影片中饰演赞恩的男孩 其实是叙利亚难民 导演内丁拉巴基在贫民窟里发现了他 让他把自己演了一遍 里面饰演为赞恩辩护的女律师 其实就是导演 影片的拍摄现场 演员 甚至是墙上的涂鸦 都是真实的 监狱也是真实的监狱 很多拍摄演员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是在拍电影 扮演非法移民母亲 拉希尔的演员约丹诺斯 在拍完网吧被捕的一场戏两天后 在现实中因为身份问题真的被捕了 后来是剧组出面把他救了出来 看完影片不知大家是否会沉思 如果父母本身经济状况不佳 还无节制地生育孩子 那么带来的不仅是父母自己 特别是母亲的痛苦 也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 首先 孩子多了会增加经济负担 让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拮据 意味着食物分配到每个人很少 无法保证孩子身体的健康发育 其次 因为子女众多 父母无法给所有人均衡的爱和教育 爱和教育的缺失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极为不利 轻则是以后长大会活在无碍的自卑中 无法走出来 重则可能会叛逆做出危害社会的事 影响社会治安 最后 这种家庭下孩子长大成为父母后 大概率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让在原生家庭中的悲剧重现 剧中赞恩的母亲便是其中一员 愿每个父母都能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努力给自己孩子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 在决定生育孩子时 不仅为自己想 也多为孩子想一想 也希望打算成为父母的年轻人 能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在合适的时机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也让孩子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和良好的成长环境 何以为家 生而养之 养而交之 才可为家 女孩死状诡异 倒挂在村里最显眼的天台 经过鉴定生前还遭受过侵犯 然而这起案件 嫌疑人竟是个智障男人 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写有他名字道俊的高尔夫球 很快道俊被警方捉拿归案 母亲想拦下他们 结果道俊自豪地展示手腕上的手铐 还冲母亲笑 等到道俊被警察带进审讯室 不仅裤子被扒了下来 嘴里还被塞了苹果 接着警察来个飞踢 苹果瞬间分成两半 这么做就只是为了吓唬俊 如果不认罪 那么下一个踢的就不是苹果了 道俊吓得棱在原地 警察随即拿出道俊的高尔夫球 问他为什么这个会出现在尸体旁边 结果道俊就是想不起来原因 见道俊傻乎乎地没法配合审讯 警察直接准备好了认罪书 道俊只负责签名就行 道俊不乐意了 也不是因为要他认罪 而是警察居然认为他傻肯定不认字 认认真真翻看完后 自豪地按了手印 母亲得知道俊认罪后 连忙赶到警局 问道俊事情真相 斥责他为什么要认罪 蠢货 道俊急了 不许叫你儿子蠢货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蠢 母亲无语了 道俊这边是指望不上了 决定另找办法 即使夏大雨也在警局门口等警察下班 看到警察后 立刻跟到车上 向他证明道俊清白 道俊平时连小强都不会杀 又怎么可能杀人 说完拿上好的要想贿赂警察 可对方却不为所动 还说道俊已经认罪了 案件到此为止 除非母亲有证据 不然此事没有反转的可能 母亲听完心都碎了 到了第二天 道俊被警方带到案发现场 要求还原作案经过 全村人都跑来吃瓜 围得水泄不通 在警方的教唆下 道俊吃力地搬起沙袋砸假人 接着到天台后 想把假人丢下去 却被警察立马拦住 并且摆出死者当时的姿势 吃瓜群众们直呼后理线 母亲一直在人群里不停发传单 企图用这种方式证明道俊清白 可吃瓜群众们只想吃瓜 真相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 这方式无疑是行不通了 母亲索性闯到女孩的葬礼上 大声说自己儿子不是杀人犯 结果引众怒 导致被围殴 女孩的奶奶更是直接朝他泼酒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母亲终于意识到 要为道俊证明清白的话 只能走法律途径 他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把自己打理了一遍 请最有名的律师吃大餐 和对方说只要能打赢官司 给他买下太平洋都行 律师听到这立马心动了 和母亲一同来到看守所后 询问道俊那天晚上具体情况 但道俊就是想不起来 母亲让他揉一下太阳穴试试 这样有助于恢复记忆 终于道俊仿佛是想起来了 母亲惊喜万分 可下一秒 道俊又只说不是他干的 因为他只是想起之前 不小心打坏了别人后视镜 其实是朋友踢坏的 结果却让道俊背黑锅 律师见道俊这副模样 已然失去耐心 谁接手谁遭罪 立马找借口抽身离开 可道俊的话却提醒了母亲 朋友是不良分子 经常干坏事 事后又让道俊背黑锅 这起案件真凶 很有可能就是朋友 接着嫁祸给了道俊 根据这个思路 母亲立马找到了律师 可对方如今正在花天酒地 玩得不亦乐乎 压根没搭理母亲 还说道俊反正是神经病 最多关四年就出来了 天底下哪有母亲 忍心自己孩子遭罪 更何况他坚信道俊没有杀人 求人不如求己 证据还是自己去找算了 这天 朋友不在屋内 母亲偷偷溜了进来 开始不停翻找 还真发现了一根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母亲喜出望外 这下就能证明道俊清白了 可就在这时 朋友回来了 母亲只能赶紧躲进衣柜里 小伙正和对象探讨人生 殊不知这一幕被衣柜里的老嫂子 尽收眼底 三秒过后 年轻情侣就呼呼大睡起来 老嫂子拿着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不慎踢倒了小伙随手放的水瓶 小伙眉毛抖动了一下 继续找周公下棋 老嫂子终于把小伙作案证据偷了出来 马不停蹄送往警局 因为他认为这可以证明儿子道俊清白 可警察的回答让他傻眼了 球杆上的不是血 是口红丝密达 母亲的心再刺碎了 在雨中离开了警局 身体在凉也抵不过心凉 这时 收破烂的车从身边经过 母亲随手拿起一把破烂的伞 给老灯三块钱 可对方只拿走了一块 不知不觉母亲回到了家里 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玩电脑 一定是道俊回来了 惊喜地喊着道俊名字 可男人回头后 其实是道俊朋友 他来找母亲要今天的精神损失费买辣条 母亲心彻底凉透了 无助地跪在地上 拿出十块钱递给朋友 朋友收下钱后又有点过意不去 给了母亲一条线索 那个领盒饭的女孩私生活很乱 有不少男朋友 他推测是情杀 可以从女孩身边人入手调查 母亲听后再次燃起了希望 天一亮就来到女孩家附近 找小学生们当情报人 只要他们提供女孩的情报 就请他们吃辣条 小学生听完立马巴拉巴拉全说了 女孩有六百四十八个男朋友 这也太多了从何查起啊 母亲又一次来探监 看看道俊能不能想起什么 结果发现道俊鼻青脸肿 连忙询问情况 才得知昨天有个育友说道俊是蠢货 道俊直接和他打了起来 因为母亲说过 如果受到欺负 那就做对方 如果有人辱骂 那也做对方 被打一下的话 就还给对方两下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 让他揉揉太阳穴回忆案发经过 道俊揉了三十天 突然抬起头 想起的不是案发经过 而是五岁的时候 母亲给他下毒 想把他毒死 结果却把他毒成了智障 母亲顿时慌了 情绪失控 这件事折磨了他一辈子 如今道俊还记起来了 随即掏出针 让道俊扎一下穴位 就能忘记痛苦了 可道俊冷漠地说 你是想用针再杀我一次吗 默示着眼前的母亲 表示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道俊的话 让母亲心肌梗塞 回忆起当年给道俊下毒 其实是想一起升天 因为家里实在贫穷 谁曾想农药都造假 母亲没能领盒饭 道俊还成了智障 看着道俊而食的照片 自责和内疚异于言表 起身来到照相馆 想修复这张破损的照片 这时店主却说 一个星期前 死去的女孩来过店里 想洗印手机里的照片 店主不明白手机像素这么拉垮 为何要浪费钱把照片洗出来 但转念一想 手机的照片一定有见光死的秘密 而且当时有个脸上有疤的女同学 陪女孩过来 女孩的死因 女同学肯定知情 母亲得知这条关键线索后 马不停蹄赶往学校周围 正好发现女同学 被两个不良分子欺负 还听到他们威胁女同学 交出女孩手机 紧要关头 母亲打碎了酒瓶 吸引路人的注意 女同学才得救 事后 母亲联系了道俊朋友 请她帮忙收拾不良分子 三两下就把他们打趴在地 俩人赶紧透露 男人只要给女孩大米喝酒 就能深入探讨人生 可每次女孩都会偷拍这些男人 如果照片被曝光 涉及的人都逃不掉 必须找到女孩手机 母亲瞬间想到 女孩奶奶整体抱着酒 女孩为了酒出卖身体 说不定就是奶奶教唆的 然而杀害女孩的凶手 一定就是她男朋友之一 可道俊真的就没有嫌疑吗 女孩去世那天 母亲给道俊下药 结果半夜 道俊盯上了孤身一人的女孩 男人正在撒尿 母亲却拿一大碗药让她喝下 急着想让儿子在洞房市 可以一盏雄资 谁曾想男人半夜到荒山野岭溜达 药校发作盯上了一个女孩 结果到了第二天 女孩诡异地死在了天台上 男人立马成了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母亲为了证明儿子清白 不停调查事情真相 发现凶手另有其人 她来到女孩家里 用一百万收买了她家人 成功拿到了女孩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就和众人说的一样 女孩和648个男人探讨人生后 全都给偷拍下来 接着母亲拿手机来到了警局 让道俊看看里面的人 那晚有没有出现过 道俊目光却停在了一个老灯上 说老灯那晚在窗边偷看女孩 母亲立马认出这人是受破烂的老灯 接着假装是医护志愿者 可以帮老灯针灸 让对方放下警惕后 趁机打听那晚的案发经过 老灯也没放心上 说自己当时确实在场 但也只是路过 母亲满脸写着你就装吧 我知道你是去和女孩探讨人生的 但母亲没有揭穿她 老灯接着说 当时她看到道俊一直跟踪女孩 女孩察觉后 立马躲进楼里 道俊放弃跟踪准备离开时 女孩却扔出大石块 差点砸中了她 而且瞧不起道俊是智障 臭骂她流氓蠢货 道俊生平最讨厌别人说她蠢 而且母亲说过 如果有人欺负她 就打回去 她举起地上的大石块 猛地砸向了女孩 对方立马倒地不起 道俊这事慌了 把女孩拖到村口最显眼的位置 想着有人看到女孩赶紧来救她 第二天 道俊被警方带来还原案发经过 老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凶手 母亲压根不信 老灯一定是看错了 道俊他是清白的 老灯突然想到 道俊很奇怪 把女孩杀完之后没有立马溜走 反而在不停揉太阳雪 听完老灯的描述 母亲立马确认她看到的真的是道俊 没想到自己一直努力证明儿子清白 可儿子真的是凶手 老灯听母亲说道俊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连忙起身去打电话报警 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要揭发事情真相 母亲这时拿硬物迅速偷袭她 接着疯狂补刀 为了儿子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母亲冷静过后 老灯已经凉透了 这可把母亲吓坏了 连忙清理血迹 但血量太多根本擦不完 索性放火毁尸灭迹 母亲如今不再需要证明儿子清白了 第二天 警察找到母亲 说真凶已经抓到 道俊一会就给他放出来 母亲内心五味杂沉 想警察带他去看看真凶 等到了监狱后 母亲发现这个男孩也是个智长 对方压根无法自证清白 而且是个孤儿 母亲难受极了 如今只有他知道男孩是无辜的 可是为了儿子 他选择把真相吞进肚子 道俊终于回到家里 发生过的事情却忘得一干二净 继续没心没肺地活着 然而母亲内心一直被石块压着 喘不过气 两人吃饭时 道俊说凶手把女孩拖到天台 会不会是想让别人看见 其实是想让女孩得救 母亲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天 母亲带道俊参加旅行团 打算去散散心 不再去想痛苦的事情 可这时 道俊递过来一个烧焦的针灸盒 母亲愣住了 这正是他当时杀老灯时 落在对方家里的 原来道俊出狱当天 正好看到老灯被烧毁的房子 他出于好奇过去溜达 发现了母亲的针灸盒 还帮他捡了回来 母亲连忙掩饰内心的慌张 把儿子留在原地 自己掀上了车 车上的人都在搁在舞 唯独母亲坐在角落 抽出一根针 扎尽可以忘掉痛苦的穴位 很快 母亲忘掉了一切 忘我的跳起了舞 继续